来关心中台湾的疫情 台中市本土确诊个案今天新增了一例 是一名23岁男性 他是先前爆发家族感染的 立洋协业负责人女儿的男朋友 同在立洋协业上班 一采阴性 居家隔离期间发病确诊 而彰化则是新增两人确诊 这两例都是跟歌唱般的传染链有关 这对母子同样也是在居家隔离期间发病确诊 妈妈是护理人员 经过县府早一步的匡列 没有酿床更严重的院内感染 今天新增两个病例 彰化县8号新增两例确诊个案 都跟歌唱般传染链有相关 也是感染源代查的个案 两人是母子关系 都在居家隔离期间发病确诊 发病是在居家隔离当中 那这一位是一个我们的护理师 那对他的职场的这些医疗机构 完全没有影响 至于新北三重一名六旬妇 人感冒十多天回到彰化老家 被激进邻居得知通报卫生局 目前他的病况以及相关足迹 还要再进入疫调 个案目前是重症的状态 目前还没有一个确确的一个消息 说他是怎么从北部回到彰化的 而台中家铃只为是一天 8号再新增一名确诊案例 23岁男子是先前立洋协业家族 负责人女儿的男朋友 在立洋协业上班 游应转洋同样在居家隔离期间 发病确诊 他比较晚发病 那所以呢这两天确诊 所以今天跑出这个案例 除此以外 本市没有新增的个案确诊 面对即将到来的东午 连续假期 市长卢秀燕再三叮咛 不要犯伤移动 也决定在高铁台铁设置测温储具门 更呼吁中央疫苗赶快来 台中市已做好准备 全民打疫苗 台湾采安全 接下来台中彰化 最后不到